画街上回,杨顶天自从接掌明教教主之后,不断地扩充明教势力,先是打败了少林三渡的挑战,用明教无上神功乾坤大挪一神功打下了渡厄的一只眼镜,后来他又横扫西域武林,杀死了江前任教主打成重伤的百损道人,导致百损道人的两个徒弟玄冥二老从此不敢在江湖之中立足,只得投奔当时的元朝官府。 当时的元朝皇帝让波斯明教总坛施加压力给杨顶天,让中土明教归顺朝廷,可杨顶天一直铭记师父郭湘女侠临终之前的遗愿,果断地拒绝了波斯明教的要求,在中原一直对抗援兵,期间也和中原武林人士发生了不少摩擦,这也导致了最终武林人士不得不请出武当派掌门张三丰来对付杨顶天。 张三丰丰与杨顶天大战三天三夜后,得知杨顶天乃郭湘女侠的亲传弟子,于是决定不再擦手此事,便再次闭关修炼去了。 从此明教进入了一个二十年飞速发展的时期,杨顶天将明教势力发展到了空前的壮大,他通过自己的能力扩充明教的组织,建立天地风雷四门及五行旗,还在中原各地建立分舵。 此外收服了阴天正、谢迅、唯一孝、杨项、范瑶等人,使得明教拥有光明左右二世、四大法王、五散人等众多高手,俨然已经成为了当时天下武林的第一大帮派。 而杨顶天自从与张三丰一战后,深知自己武学上的不足,于是便抓紧闭关修炼武功,他毕竟没有张无忌那等天赋与机遇,乾坤大挪一也是进步缓慢,修炼多年,也才将乾坤大挪一炼到了第四层。 正因为他长期闭关练功,导致冷落了自己的妻子,才让成坤有机可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一下,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谢谢。